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的收看 來看我今天的分享關於我們的後手直線 不過最重要不是關於鏡頭 而是關於我們的心思,在想什麼 而我們要尿,尿,網上的目標 是會令我們打的成功機會高一點 當然你外面有不同的教練方法 各樣各樣都是可以的,為止是分享我們分享人的經驗 當然這個AIM,網上的位置是我們STM的Visualization STM是我們的書 Visualization的項目是抽出來送給大家 Visualization有五樣東西,一是spin 波子離開發拍的方向,向上有一點前一點 當然在網上的高度可以前一點,即是直上直去 網下面你要高一點,那把拋物線已經開始了 第三樣東西就是網的高度 這個當然可以放在高一點,或者是在網上的 因為是黏著網 之後要落點,然後有一個Bounce的Quality 有五樣東西,所以拋物線,有一個Quality 當然你有其他的,有Cross,Cross Down Line 當然有這件事,但今天是分享網上面的 AIM 了Mu 可以在想什麼,會令人多點機會成功 當然跟大家分享 我是用單手後手的 雙手後手也是一樣 你還是要瞄準 你要早點準備 你的時候要早點準備 早點準備是要早點準備 令你多一點機會瞄準 這個機會就準確 其實也很忙的 因為你準備好時 轉身 走過球 要看著球 打下去 要想你怎樣去 怎樣去行動 其實也很忙的 早點發生 所以早點準備好時 對手打球過來 你那邊儘量早點準備 是會令你早點準備 多點時間去瞄 因為我們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先試了 當然你瞄這件事要適應 要有適應期的 不是馬上做你就會習慣 有些朋友可以很快 當然 但這個給我們的經驗 有些朋友要轉去思維 想的東西 令到多點機會去成功 這是我永遠去追求的東西 想的東西 是會令到我們的方向 會對 之後你做些事 多點長期去成功 你不會100%每一下都成功 但你會長期走 對方的方向 多點機會成功 好嗎 這就和大家分享 我會示範幾下背後 給大家看 當然單手背後 我們會盡量保持側身 不要這樣撞出來 不要看了 然後不要效 辛苦了對肩膀 雙手背後 當然要轉 雙手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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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雙手 上面的手 也是主力手 這個就和大家分享 你們看到我 為何會做很多轉動 我的扭動作 我們有一個器材 幫助大家訓練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找我們 這是很重要的 你們看到我們的 量度是最重要的 還有 力量不是最好的 我有一個泊頭幫我去行動這個力量 Track and head speed 我的人是很放鬆的 我今天想給大家看 最重要的是要瞄 你打火之前瞄 令你多些機會成功 這就是我的分享 當然不是每一個球都要打更快拍 No, no, no 這是一個空間給你看到的東西 令你多些機會去瞄 有時候沒有一段時間拍的 你不能打球 所以有時候朋友忘記了 是瞄了遠一點的目標 例如打直線去瞄我那邊 有點太遠 但如果是成功的 對你們來說 是成功的 OK, is good for you 但朋友經常下網 可能你可以試一下 高過網 令你多些機會去成功 我等一下會展示幾下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我展示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每一版都是 我盡量早點去到 正確的位置 令我行動 是順利的 我的拍頭是比較重的 所以拍頭 自然自然放在前面幫我 你當然要適應 很多朋友 用了我的拍頭都很開心 我現在用這牌 希望大家喜歡 記住 不是一定要 exactly hit the target 但你要瞄過網 你一定要瞄過網 因為 希望大家幫到大家 好嗎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享受這個 demonstra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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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歡我剛才分享的示範 是背後直線 你看到我很早去拍,很快去找我準備的位置 我就在看實球,在瞄準 我在想的東西,當然在鏡頭看不到 但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想 那個拋物線,瞄準高的網 不是我滾動,個人個人的東西 怎樣打呢,其實我很多都是在訓練中練習的 你比賽的時候,記得不要想太多技巧 想怎樣的球,去哪裏,去對手哪裏 你會做些甚麼,就不要太技巧 就有點痛 你會緊張,如果太大力 很多朋友不要太大力,Smooth 你的訓練做得對 如果對手呢,在這裏,很多東西都讓你自己自信 你要打的,你比較苗 多於你想怎樣去打 所以你的訓練很重要,所以導師很重要 這個就是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記住,想的東西是令你做的機會 成功得多點機會 不是100% 要增加你的機會 思考,很重要 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網球有mental, tactical, technical, physical mental是很重要的 如果這個做得好,練得好 我們學生每天都練這個 經常都練,over the net,over the net,over the net 還有有一個target team 這是你的球一定要做的事情 拍中間過網,落腳,拍中間過網,落腳 這個是非常重要 今天分享過網 落點,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忽略了中間的部分 過網的部分 當然,再重複,你不一定要每次打中個target 要瞄高過它 target可以高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好嗎? 謝謝各位收看 請你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和歌友 如果我們的youtube的分享是令大家有價值 請你給我們一個super chat 以及super sticker 支持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會非常心情 那我們繼續去出一些quality的材料給大家 希望大家進步 希望on call time見到大家 很多朋友因為youtube 我們來找了我們上課 然後立即幫到他們 他們知道原來是整個回事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每一課的學生 都有拍菜 包起來 不是菜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個工具可以令你 進步打得好些 以及練習得好些 因為Training Park 亦是很能打的 好嗎? 謝謝大家的收看 只要跟大家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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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